底下一个问题 他说我的丈夫啊 夫家 这个家应该是家庭 家庭的家 那写错了字 我的夫家了 开餐厅 沙业很重 如果用这些盈余所得不失 是否能紧清我们的罪业 当然 你能够把赚来的钱的时候 拿去做好事 是可以坚强 那你要诚心去做 你可不要为了是赚钱 为了赚钱 你早也就太重了 你把你这个餐馆 好像虽然是个海鲜餐馆 也拿来做道场 那么这些海鲜进来的时候 你天天跟他做超度法会 超度这些往里 这是好事情 餐厅就是道场 那么来吃这些东西的人的时候 让他听佛法 你这个餐厅里面仿佛好 他虽然来天经 他一粒而根 永为道种 你餐厅里面挂佛菩萨的像 让他看到都是佛菩萨 听到都是阿弥陀佛 虽然在吃了一餐 他有过世戒 冤臭 那这些种子都把它超生 让他到这里来接一点花园 让他种一点佛的种子 那这个 你这个餐厅是道场 不一样了 所以面图一转了 我的那些四都变成好四 都变成结因众生 你在把佛法的时候 简简单单介绍给大家 让他明了 让他觉悟 先不要劝他不吃肉 说他劝不吃肉 他吓得不敢来了 先不谈这个 你们吃照吃 希望怎么样 是三斤肉 那你到这个 我这个地方来 是三斤肉 你没有看到啥 你没有听到啥的声音 这不是为你啥 就是告诉他 家里都可不能买 何东西回家就少 那自己罪过去中了 到餐馆不要去预定 我要去定的 要什么 那你是为你啥的 不要去预定 这个东西讲 大概都可以接受 这就好事情 我相信这样做 你这个声音一定会很好 为什么呢 有佛菩萨价值 菩萨度众生的方式 很多啊 你看 善财童子五十三餐里面的时候 有用这些手段 度众生 你看到他不善 用心很善 专门度这些卧人 所以卧人有卧的方法 就度他 感谢 有对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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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